一力进球 三次过人 两次成功 一次噪点 姆巴佩新赛季在罚甲的首秀依旧惊艳 力保大巴黎避免落败而丢失三分 显然 即便这个夏天纳塞尔引进阿森西奥等多名射手 姆总仍然是不可撼动的大腿 所谓适才傲物 姆巴佩得益于精彩绝艳的天赋 声明确起 却细耍着一众豪门队伍 包括黄马 这个夏天姆巴佩与黄马的绯闻又一次沸沸扬扬 罗马舵甚至下场揭示 球员与老佛爷达成了秘密协议 将会在一年后免签加盟 一时之间引起热议 既有认为 纳塞尔发觉后代姆巴佩却得到背叛 也有为黄马兴奋的欢呼 认为白衣军团有望重新统治欧洲足坛 有意思的是 风向又一次变了 从姆巴佩重新获得出场机会 就可以看出他与纳塞尔等俱乐部高层的关系稍缓 巴黎人报适时跟进了情况发表姆巴佩 并未和黄马暗中缔结契约 确定会为大巴黎留下可观的费用的消息 即如果不续约 也不会索要高达1亿欧元的终成奖 其实 球员自由身离队原本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然而放在姆巴佩身上似乎就成为了食恶不赦 而关于姆巴佩的去留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报道 阿斯豹与马卡豹最新消息 这个下创是姆巴佩最后的离开大巴黎登陆黄马的机会 如若不然 下三季老佛爷将开始运作哈兰德的加盟事项 有意思的是 阿斯豹披露姆巴佩的转汇费用达到惊人的2.5亿欧元 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黄马至今未向大巴黎提出报价 而所有关于老佛爷的报道都指向 他并不想要为法国神风支付高额转汇费用 甚至告诉俱乐部人员忘记姆巴佩 这么看来 在大巴黎提出 黄马需要支付2.5亿欧元才可以得到姆巴佩的背景下 这笔交易已经告吹 老佛爷只能够老老实实地重新运作哈兰德的加盟事项 事实上 黄马民宿古地在近期的采访中 也表明老佛爷与其签约爱财如命的姆巴佩 不如全力追求哈兰德 的确 从真诚度以及原本来看 哈兰德看起来更划算 但是他的表现其实也并没有完全征服球迷 在英超挪威小将已经完全沦为了丙风 并且是只会虐菜的丙风 而姆巴佩的单兵作战能力却持续显露 世界杯上一个人带动全队的高光 令人难以忘怀 他无法匹配最强俱乐部 令人遗憾 有意思的是 在关于姆巴佩的归属问题上 利物浦成为了大黑马 这只豪门正在补救 2018年没有得到法国神风的遗憾 惊吓 再度与球员传出绯闻 而德赛利在Falliesports的采访中挑明 姆巴佩完全可能联手红军填补马内 敌队所带来的空缺 令这只看起来逐渐没落的豪门再次 绽放光辉 从惊吓的引员情况来看 利物浦只是补强了中场 封线位置 努涅斯·加克波的能力 确实无法与姆巴佩相提并论 并不能支撑球队在英超欧冠独冠的愿景 而分威集团其实并不缺钱 综合来看 被逼至绝路的红军 确实可能破釜沉舟引进姆巴佩 让我们拭目以待 随着卢宁宣布留队 皇家马德里将位置原封不动 其实大卫索利亚与赫塔费完成续约 也是弗洛伦蒂诺·佩雷斯 拒绝在相关位置进行改动的原因 相比于门将的位置 皇家马德里更愿意在前方线上做文章 姆巴佩备受重视 关于皇家马德里引进姆巴佩的消息 已经见怪不怪了 目前有争议的是 法国球星是否为免签登陆 伯纳乌以及 如果球员在今夏突然宣布加盟 那么转会费用为几何 目前围绕姆巴佩的转会费 众说纷纭 前皇马门将 巴克扑尔在西班牙六台队 节目中直言8月份之前 老福尹会以1.2亿完成签约 福摩科特则爆料姆巴佩转会费 为2亿欧元 另有说法表示 法甲豪门标价3亿欧元 大巴黎现在对于姆巴佩的态度就是 既然留不住 那么就送走 定价2.25亿欧元 刚好超过当年内马 从巴萨转会大巴黎的2.2亿欧元 大巴黎这是有意 把法国队长打造成 足坛历史最昂贵的球员 以此突出球队的荣誉感 用大巴黎主席纳塞尔的话来说 现在他正尝试的达成一笔创纪录的交易 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胜利和成功 显然 卡塔尔人不会让法国巨星免费走人 期望从他身上获得巨额的金钱和名胜 所谓忠诚 根本不值一提 对于大巴黎的强硬黄马主席弗洛伦蒂诺 显然不会采取对等措施 更不会乖乖地地上2.25亿欧元的支票 他们的办法就是冷处理转移目标 显然当今足坛封线上可以和姆巴佩比肩的 目前似乎只有曼城的哈兰德 而消息证实 弗洛伦蒂诺就是要先用巨额资金 签下北欧大魔王 以解决封线攻击力问题 这笔交易价值或将高达2.5个亿 那么曼城会放行哈兰德吗 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 虽然曼城续约哈兰德到2028年 并送上高达50万英镑的周星 这一操作是为了留下球员 没错 但是也是为哈兰德转会做好铺垫 这对球队和球员本人是有好处的 曼城可以获得更高的转会费 而哈兰德可以得到更高的薪资 第二 从基战术来看 哈兰德在瓜迪奥拉的体系中占有很大分量 但也只限于虐菜而已 对付强队还是必须依靠曼城强大的中场去解决问题 哈兰德作用有限 第三 瓜迪奥拉直较曼城以来就从没有所谓的非卖品 去年曼城加薪留住 阿根廷球星 阿尔瓦雷斯或许就是准备随时送走哈兰德 第四 曼城也只是中东财团投资的一项生意而已 如果黄马愿意报价2.5亿欧元 曼城可以获得足够的回报 一切极有可能 第五 哈兰德从小就期望可以有一天在黄马效力 在他个人总体利益不受到影响的情况下 加盟黄马绝对是乐意的 当然对于黄马来说 即使真的花费2.5亿欠下 哈兰德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数十年来对于巨星球员的商业操作经验 足以使他们在短期内就收回成本 至于技战术层面 弗洛伦·蒂诺绝对相信哈兰德的加盟 将会给球队带来更加强的火力点 至于姆巴佩 黄马并不是不想要 而是搁置而已 等到明年夏天 姆巴佩签约加盟 黄马顶多也就是花费1亿欧元签资费而已 可以大大节约开支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纳塞尔嘴上表态非常强硬 但是在姆巴佩的坚持下 而且明年就是欧洲杯开幕 大巴黎还真的没有勇气 把姆巴佩放在替补席上一年 否则就是全法国的球迷对抗 纳塞尔将成为法国的公敌 大巴黎俱乐部在法国的投资 将受到极大的困难